內地有住在一樓的女子說 有名陌生眼鏡男 深夜時分 在睡房窗外蕭蕭接近 走琴窗戶偷窺 幸好被監控鏡頭發現 她大甚之前已經感覺到 晚上屋外有人偷看 報警但沒有證據 之後就裝了監控鏡頭 自行搜證 說這名男子在三個月前 已經曾經出現 近過四個月來 已經有三名不同的陌生男子 在窗戶偷窺 內媒發現區內 都有其他業主 遇過類似情況 但無法推斷這些人 是偷窺 還是想爆洩 都不知道應該怎樣處理 事件因來網民熱議 很多人覺得太可怕 都有建議事主應徵陷阱 批評小區內 太多偷窺狂 但都有人懷疑 其實是賊人踩線